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就出现了由于工作量不够而产生剩余劳动力的情况 因此一直在实行轮流休职 停业的措施 今年4月更是让700余名职员自愿退休 若海洋成套设备工厂停止运作 就需要筹划一个方案 处理一直在这里 工作的2000余名员工 三星重工业也预先声明会进行劳动力结构调整 该公司2016年曾向债券银行递交了经营改善计划 同时表示会减少5000余人的劳动力 但迄今为止只有3400人被裁 当时三星重工业向债券团表示 定会在2016年到2018年间达成160亿美元 约合1100亿人民币以上的订货业绩 但目前订货业绩近为100亿美元 约合687.7亿人民币 因此经预测 今年下半年至少有时 00人甚至2000余人被裁 大雨造船海洋集团也是一样 如果在订单金额20亿美元的海洋成套设备Rosebank项目上投标失败 他们在订单目标上也将亮起红灯 裁员将不可避免 今年韩国国内大型造船公司在野化天然气 LNG货船 超大型邮轮等部分领域的订单量增加 但经过预测 现代重工业与三星重工业 今年上半年仍将分别有2995亿韩元 约合18.1亿人民币 和1483亿韩元约9亿人民币的经营赤字 与去年同期相比 两家公司都迈入了亏损的行列 骨干造船公司的情况则更加艰难 STX造船海洋集团出售了职员公寓 清南镇海工厂等价值2600亿韩元 约15.7亿人民币规模的非营业资产来确保船只建造资金 但处境还是举步维艰 该公司不再受到来自债权团的新支援资金 因此若不能自己实现资金运转 其将无法承接船只建造工程 经营状况很难归回正常 根据韩国进出口银行海外经济研究所资料 今年上半年韩国国内10家中型造船公司收到的船只订单共12艘 且仅为27.3万CGT标准货船换算专数 为高附加价值的船只赋予高权重的质量单位 该数据比去年同期减少了23.5% 专家们强调趁造船业若想要克服今年下半年的危机 应该增加公共招标数来应对订单工程的不足 他们还提出建议趁大型公司与中小型公司应该构建密切的生态系统 把在世界环境新规则下预发扩张的环保船只市场是做实现突破的机会 韩国产业研究院副研究委员李恩昌因强调趁从生产层面来讲 今年下半年将成为最艰难的一段时间 应该以行政机关用船的液化天然气动力船订单与军队用船订单来扩大内需 引导造船公司将老旧商船更换为环保船只 以此提升古战造船公司的竞争力 为了普限消息简单见 confused 大哥 现在还有哪怕这种区别是能力公司想而出了吧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